9月16日 展現傳統文化與藝術的 歐洲文化遺產日活動 提供免費參觀 凡爾賽城堡裡的行宮 大小特里亞農工的機會 讓人們有幸探訪 從洛伊十四時期至今 歷經三百多年的 世界頂峰建築傑作 大特里亞農工 以粉紅色大理石 建造外牆 由大型的中庭 宮殿 整體花園組合而成 法式盡然有序的 集合圖案花壇 圍繞著宮殿 大特里亞農工中的靜廳 是路易十四 居住於城堡時的會議廳 從這裡可以一覽 大運河美景 小特里亞農工是1762年到1768年修建的宮殿 銀式造型的庭園座落在花草樹木中 凸顯遠離鬧市的幽靜 《小特里亞農工》 在路易十四時建成 路易十四時建成 《小特里亞農工》 在路易十四時建成 路易十四時建成 深邃的文化至今都對人類 起著深遠的影響